达索系统在台湾北中南各举办一场 2018达索系统台湾用户大会 邀请众多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与企业领袖来共享盛举 主题设定在价值创新数位转型 17号台中厂在清新温泉饭店来举行 上林佳龙也特别到场来参与 并表示台中定位在智慧机械之都 建置台中精密机械园区 也有智慧制造试炼场域 园区在达索系统的全力协助 完成多项智慧制造示范案例 有助业者参考及学习 常务市长林佳龙给达索机器人一个拥抱 欢迎他来到台中 带领大家了解达索虚拟系统平台 也更加认识智慧机械产业的进步 需要能够吸取相关经验 作为水南智慧城的参考 我们也期待达索可以选择台中 作为建构智慧城市 尤其是很多的这些软体系统的整合 我想达索在这方面 也很好的领先的地位 我们也期待这个合作可以创造双赢 可以让台中智慧城市的发展 不只是在国内领先 也可以进军国际 市府去年参访法国达索系统 见识到航空科技是智慧制造最顶尖的标准 今年初也在新加坡 了解到国家推动智慧化的技术成熟 因此积极跟达索合作 建制台中精密机械园区 也有智慧制造试炼场域 并透过产业交流 加速台中机械航太业数位转型 今天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域 它的从虚到实 到生产制造设计工艺验证 Digital Twin的这个模型已经建立起来 它的framework也建立起来 我们广大的中校企业 可以利用市府搭的这个平台 走向世界而可以去领略 世界一流的这样的科技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工人院在荆轲的场域 做了一些智慧sensor的一些结合 那结合达索的3D的这些模型 那未来我们会跟达索在 智慧城市的其他领域 比如说智慧交通啊 智慧的一些安法 安控 那一些空气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会陆陆续续的展开 政府力推五加二计划 而这场在台中清新温泉饭店 举办的2018达索系统台湾用户大会 众多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 跟企业领袖共享盛举 现场也秀出多项智慧制造示范案例 有助企业参考及学习 一同朝向智慧大台中迈进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